字幕提供 旁邊有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麻煩你Wafi 我星期五那天賣了熊仔 應該是21,300多時賣 我現在賣到21,300多時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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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會不會再賣 我不會看横子圖 麻煩你 好啊 21,300的時候賣了熊仔 今天都賣到一些 都已經賺到很多 現在21,044點了 Wafi 建不建議它吃了烏鮮 還是可以再賣低一點 當然你說21,300買熊 而現在看真的賣得挺漂亮 只是指數上吃了300點 我覺得其實都有機會可以再吃多一點 當然你說要不需要這麼急去評 還是怎樣呢 我覺得其實你可以再看多一會 因為其實以這一刻來說 叫做跌多一點 21,000噸是大家這一層要看的一個初步的支持 即是初步的考驗位 但我覺得稍稍跌穿的機會也有 所以你可以先看這位置 如果假設能夠真是 譬如今天下午或明天回來 都跌穿21,000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回到大概20,600 20,700左右 做回目標 我覺得去到那些位置才叫做 食股都未遲 但當然你說如果晚一點回來 看見好像又沒有跌穿21,000 慢慢反而是上回21,000 你想到時才考慮指責離場 我覺得可以初步這樣看 因為其實說真句 你會不會跌穿21,000呢 我自己覺得機會是有的 但是不是一定會跌穿 當然很難說 雖然上了初步來看 看著真的跌穿不跌穿 跌穿下去的話 我覺得可以看多一點 才考慮食股離場 好啊 再等一會 李小石還有其他東西可以幫到你 即是說如果收市之前 跌穿21,000就拿著 即是要看那五分鐘 如果那五分鐘 還在21,000樓上 我就要沽了一半 即是我以今天來說 當然這樣說 你這個想法其實也正確 我覺得其實你臨收市前 你真的看21,000是否守得住 如果守不住真的失守了 我都覺得明天沽也未遲 有機會明天可能再下多少少也不及 而反過來說 如果你真的今天收市前 都站在21,000樓上 你剛才說的 你的部署其實我覺得正確 你可以考慮真的沽一半 只剩下那半貨 起碼薄一薄 看看它來 會再穿下去 如果不穿的 才會再走 如果穿的當然那一半 都可以賺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部署 其實都可以這樣考慮 嗯 可以這樣做的 李小姐 是 有否可以問股票 我想問992聯想 其實哪個位買好些 嗯 還未有貨 看看992聯想的股價 現在就偏遠 去到6.42 看看上個星期的時間 股價就連續是四支揚軸 公佈了格南的數據之後 其實對於聯想的股價沒有一些負面影響 反而好像有個見底回升的跡象 Rafi 今天都有一個調整 建不建議李小姐去編答呢 我覺得就再看看 因為其實我自己一向對聯想的看法 就不算說太正面 特別就它基本面的個案 因為其實你說 它的業務 可能譬如個人電腦好 手機好 或者是接下來想重組之後 即改造之後的一些新的業務也好 看法上我覺得對聯想未必太過理想著 但是你說為什麼 譬如說上星期出了加拿 這個行內一些報告 或者說到首季全球的個人電腦出貨量 是跌也好 但是反而股價是照升 我覺得反而幾關是太殘的因素 因為其實聯想殘得很重要的時候 當殘得這麼誇張 要差的東西 要反應的東西大家也都預料了 變相到時調算炒其實很正常 再加上星期的市是偏強 所以都令到聯想上來 但你見到初步來說 去到這位但那條五十天線 無論上星期四 上星期五 或者今天來算 其實都未真正突破或者站穩樓上 大概六個四這個位置 如果短期真的六個四這個位置 都站不穩或者再壓下來的話 那幾意味著可能短期 小小叫見了頂 所以你真的要保持 比較安心點或者理想點的價位 我覺得大概六個二附近 我覺得去到這位 你才小小去試一試 如果要駁到突破了五十天線 以大約六個八流準 做回目標價 而下面 以之前的底附近 五個七五個八度 做回設施位 我覺得你肯這位置穿而走 其實都可以去試一試 好啊 可以定在六個二的時間 先比較安全些去入貨 看六個八的水平 李小姐還有沒有其他的股票問題 可以幫到你 我想問 八八三輸得很慘 七個多走了 現在九個多 其實我都不知哪個位置 應該去買回去 嗯 好啊 七個多的時間已經走了 現在八八三就沒有貨 都見到外圍那邊 多客會議是沒有結果去完結 所以油價都外圍跌了很多 八八三今天都跌幅了 百分之四 現在去到九個三毛三 親不親現在這個調整去買入 我覺得就再看看 其實油價方面 雖然你說今天就急錯了 開分出來 最主要就是 昨天多客會議 沒有任何協議達成一道 最主要都說過 伊朗方面 都沒有派任何代表去 或者令沙特也不會肯參與 動產因素 整件事是有僵持的 但你說這個動產協議達成不了 是否等於以後談不上 剛才上兩次都說過 當然不是 今次談不到 我覺得是一個暫時談不到的因素 隨時之後談得到 也不期 需要有機會是短期 沒錯油價可能會再反覆 去下市或一會一會 但要再急錯 或者要錯回去之前 例如三十元以下 我覺得暫時機會性就不高 所以你可以看看油價 短期究竟是三十五元邊 站不站得住 如果去到三十五元邊 站得住再不跌穿的話 我覺得到時你才少少 對他試一試 中海油協一博短期反彈 以股價上去參考 如果到時是這樣計 有機會試回九元邊附近 我覺得 如果去到這個位置 你少少對他試一試 當然到時希望好些 就博到去大方上 例如之前高位九個八幅 做短期目標 去減少之前那一柱的虧損 但反過來說 縱使你之前虧損了 即是虧損了離場 但這一柱 你如果九元邊附近也好 不要所謂拿著它 不理它 如果接下來再下 例如穿到八個六樓下 穿到五十天線 縱使不上也好 這一柱也要先考慮指示 因為參考之前那柱的建議 如果你不走 下到七個多六個都試過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這一層 以八個六做短期指示位 如果不穿的話 以九個八做股票價 好 可以九元邊的時間考慮去吸納 八個錄了一個指示 李小姐節目時間差不多 所以給你多一條最後一個股票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Hello 李小姐應該就收線了 我們回答一下電郵問題 見到電郵方面 跟李小姐的部署好像不一樣 他就說現在行指是否今年最低位已經見到呢 是否可以現在去入市補儲呢 當然你說最低位見到沒有呢 當然暫時有第一月份的底 18279 但你會不會再穿呢 當然很難說 我覺得機會性又不是完全沒有 但因為 當然一陣大家都看快樂觀了 當然隨著我們的數據 見到出來是比較理想所致 但始終剛才也說過就是 內地數據是否好呢 我覺得要先看四、五月的數據 這兩個月都保持了一個比較好的回暖性 如果這樣行 我覺得今年的底可能見到 但到時數據出來還是差的話 今年見到沒有真的難說 所以我覺得要再去觀望 所以如果真的要捕捉完整個底 才想入貨 我覺得講真是難一點 但以暫時這一刻來說 剛才提到的 如果二萬一真的失手的話 以二萬零六度做一個支持 我覺得如果真的想的 去到二零六附近 可能見到到時股額不是那麼重 你便選擇貨去買一買 但到時買得來 現在就很難做過太長線的部署 例如中短線的話 中線一點 即逢低一點買一買 但分高一點就考慮走一走 我覺得現在的玩法 或者投資的方法 比較傾向這樣 所以你說是否這麼執重於 見了底 否一定要見底 才買呢 我覺得現在就比較難去部署 嗯 我說明白 和大家看看現在最新的市況 見到上證指數跌四十點 現在去三千零三十七點 互深三百指數 就是最新補三千二百三十四點 至於港股方面 現在是跌二百八十點 跌幅百分之一點三二 最新是補二萬一千零三十六點 看看國企指數現在跌一百九十七點 跌幅百分之二十四 最新是補九千零一十八點 和大家看看有估現在的表現 見到八百三現在就跌幅百分之四 正在做九個三毫四 至於八五七現在跌幅百分之二點六 最新是去到五個一毫九 中石化是跌幅百分之三 跌一毫半 最新是補五個一毫六 上石化跌幅超過百分之三 跌一毫三部三個六 節目時間差不多 和Wafi 先做新報 剛才說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 也沒有 謝謝你的分析 休息一會 進來回來又有多一節的問答環節 待會再見